掌管国会与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望珠乃迪透露 反弹会还在审查一名部长及两名副部长 涉嫌挪用党和政府资金的报告 望珠乃迪通过国会书面答复 回答五级牛乳尔国会议员兰卡巴的提问时说明 由于反弹会还没有完成审查程序 因此他无法透露更多细节 有关政府部长相信跟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6月在法庭自便时指控三名前巫统议员为了自保 在第14届大选后加入土著团结党的说法有关 扎西当时点名现任首相署副部长马斯挪用巫统大选资金 作为私人用途 扎西还说首相署部长穆斯达法挪用巫统的3000万令吉竞选资金 并汇入妻子的个人户头 此外扎西指控现任副卫生部长诺阿兹米 将选区拨款交由特别助理 也就是诺阿兹米的弟弟处理 此举涉嫌舞弊行为 不过穆斯达法及马斯都已经反驳扎西的指控 否认当初为了逃避反弹会调查 而跳槽到土著团结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